早晨,今天是2024年2月28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东亚银行财富管理署投资策略师陈维冲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Jason,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今天我相信焦点都放在香港这边 因为始终在财业方面就要公布财政预算案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关于比如楼市 或者其他关于可能本地经济的议题 对于香港一阵的,比如可能银行、地产的板块 可能也会有些波动 是的,另外恒指昨天就升穿一百天线 厚市的部署应该如何去调节? Jason稍后会为大家献计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 App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市况 美股各别发展 美国内用品订单和房价指数都差过市场预期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都曾经倒跌 收市是各别发展 导致收市跌96点,收报38972点 纳指升59点,收报16035点 标指向上,微升8点,收报5078点 欧洲股市是各别发展的,德国和法国股市向上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年升5个交易日 昨天再升2% 焦点科技股方面,外电报道 苹果放弃造车计划 股价一度升超过1% 收市升幅收集到0.8% Google和Tesla股价向上 NVIDIA一度跌2% 收市跌幅收窄 微软轻微向下 Zoom规转型并宣布回购 股价上升8%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普遍向上 网易今日将会公布业绩 美股做好比本港收市高出超过4% 百度亦即将公布业绩 ADR折合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超过1% 阿里、美团和腾讯都比本港收市高 比亚迪比本港收市高1%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理想美股再升1乘1 比本港上日收市再高3% 而小鹏和蔚来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一起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轻微回吐 最新跌22点 不过仍然在39,000点流上 最新报39,216点 首二终合指数靠运升4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15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5点 新加坡方面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早段恒指在16,800点左右的水平 继续向上升45点 转后到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Jason谈谈美国的数据和经济情况 市场现在观望着 星期四公布的PCE数据 不过星期二公布的数据 其实都是一般的 先说内用品订单 1月份内用品订单 按月比较跌了超过6% 跌幅是大挂市场预期 主要是受到飞机订单大减的影响 另外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亦由前一个月的110.9 回落到106.7 这个数据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市场原本预期会继续上升至115 现在最新的数据就是 比起上一个月有回落 亦是差过市场预期 亦是四个月以来第一次出现下跌 美股三大指数刚才也报过 就是各别发展 最新预期美国五月份 维持息口不变的几率 其实最新去到八成 主流认为6月才会启动减息 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 Jamie Dimon 也说到 市场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期 现在是过高的 因为仍然有可能走向衰退 只是面对严重衰退 就不会重演 他强调对一切仍然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Jason 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看完美国就业数据之后 都会觉得美国经济前景 比大家之前预期的强劲 你怎样看软着陆的可能性 以及减息一再延后加上大选年 美股会否维持在高位 at least 持续到上半年 如果你说说美国这一段时间 出的经济数据 当然刚刚你补这两个就相对弱点了 但如果你说拉云整体来说 无论是那个 譬如飞龙的就业职位 人工的增长 加上之前譬如PMI 就似乎现在美国的经济就不要说说什么 hard landing 就算你说连软着陆 是不是说短期之内 真是会 land 都是一个挺大的移民 因为始终很多数据都很指向着 美国经济的增长 仍然都会维持一段的时间 所以你说在这一刻 大家就当然 在那个情绪上面 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始终你讲美股方面 讲到最尾 都真的看一些公司方面的盈利的增长 看看究竟的业绩是做成什么 如果你看看近期 就是过了第4Q的业绩期 基本上 讲到S&P 500出了业绩的公司 现在接近有七成八的公司的盈利 都是迫到市场预测的 这件事也是反映了 因为美国经济本身的增长动力足够 所以才令到那些公司继续继续持有一个好的业绩表现 所以即使你说近期有些声音都觉得 不是的 通胀似乎下得不够快 美联储短期里面 不会说立即去到减息 或者全年可能减息的次数 都只剩下三次 这些因素就比较负面一点 但是因为本身他们减息减少了的原因 是来自经济是不差 甚至乎可能真的没有一个所谓短期里面 衰退的风险 所以才令到那个市况是进一步做好 当然你说Damon去提那些风险 我自己都会关注的 因为始终现在大家都是炒的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经济仍然是向好 通胀就算下得不快 但是还是慢慢下跌 美联储仍然是有机会 今年里面要启动减息 所以这个所谓金发女郎的情境 对于美股是一个乐观的讯号 但是他提的风险是什么呢 最多就是地缘政治的局势 当然俄乌事件近期似乎 你说会不会进一步升温 我觉得机会不大 因为昨天北弱那边都说得了 不会派一些地面军队进去乌克兰打 但是说中东的方面 以色列 尼巴嫩 那些 伊朗那些 其实现在还是挺激烈的 还有红海那边 你说船现在是否可以很轻轻地过渡呢 都还不是 经常都有一些 无端端就是袭击这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对于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通胀了 因为你见到近些两个月那些 运费集装商的运价都重新升上来 第一又会担心那些供应链的紧张 或者运费的急升 令到很多的物价方面又有一个反弹 那会不会就真的令到所谓今年美联储 减息的这个周期 所谓之前大家都看得是比较乐观的 接下来会有一些转变 就算不要说当它重新加息 只要你说今年它不是立即减息的 六月都不减息的 那这个就可能相对一些 叫做比较Black Swan 黑天鹅那些的讯号 但是你问过这一刻呢 似乎市场上面在那个估值上面 就未反映到这个风险 那当然我自己都相信 我们都觉得 这个风险真是进一步恶化的机会 就不是说太高的 所以暂时我们对于 美股一个短线的走势 但是仍然仍是相对谨慎乐观 好啊 那我们看看港股上的走势 恒生指数是先跌后升的 收市从上100天线 两会下星期开幕了 内地股市做好 恒子轻微高开后一度到跌 之后回升 并且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最终收市在矮近1% 升156点 收报16790点 从上100天线 科指收市升3% 收报3503点 国指升1.5% 收报5806点 全日成家从上1000亿 楼上 有1026亿 理想汽车的业绩理想 股价急升2.5% 贡献恒指挨近100点升幅 中心急升1成 北水连续第九个交易日 录得正流入 金额13.3千万 正流入最多是中海油 金额9.8千万 金额5.7千万 急升1成的中心 有3.4千万的北水正入 传闻有机会私有法 获私有法的新售例 有2亿北水正流入 腾讯 继续有北水正流出 金额8.4千万 美团4.9千万 建设银行有8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跟Jason King聊天的论股气氛 好像有一个转好的迹象 昨天收在100天线流上 2月中至今升了近1千点 北水连续九个交易日 是录得正流入的 这个流入的日数的记录 就是第一次超过三个月以来 恒指现在就是 从上回50天线之后 大家就会看着100天线 昨天真的到了 现在是时间偷偷气氛 如果站稳100天线 即是现水平左右 下一站你又看多少 港股方面去到这些位置 我觉得短线里面 有机会再看高一点 我定义的初步阻力 17000至17500 但是你问我跟现在的距离 坦白说 不是真的差太远了 如果说这些位置 才打算去入市 纯粹拨一个短线的话 你就真的不要一个太贪心的目标处 因为始终 为什么你说过去的一个多两个月 看市场 特别是港股这边 不是说真的太淡 因为当时是太恐慌 大家都一面都觉得 港股就不要碰了 不要坏了 每个都一定还有一大跌的 基本上去到这些气氛 其实就正在一些入市良机 以及政策上也真的 当你A股跌得太厉害 你看过这20年 一定是会做事的 你看到过去这个多月 外资就未算是很踊跃 卖中资股的 反而你说内地国家 对自己的资金 不断是掃货的 他们掃货的渠道很多 你说中央汇金掃内银 掃ETF 另外你说 比如一些保险金 一些养老金的方面 我相信这段时间 都应该是 慢慢买货的 所以这一阵升上来 就是内地 无论是政策面 无论是楼市 或者刚刚提到一些货币政策等等 这些是有帮助的 另外更加重要 当然是增加白银 真的是国家对资金 正在买货 但如果你说国家对资金 去买货 他们就不会真的 市场继续升继续买 通常他们买货的目标 只是一个 不是说要推高股市 而是令到市况 跌下来的压力 减轻 通常就说在急跌 很恐慌的抛售之后 他们买货会买得特别多 但是当你说那个指数 由低位都升回可能十几个百分比 整体的气氛叫稳定了 大家没那么恐慌了 去到这些水平 他们是不是说 就算再买都好 但起码买的力度 或者金额上面 就应该没有过去的一个多月 是那么多 谢谢大家